社护腺癌的原因不明 可能与年龄、种族、荷蒙、饮食习惯和环境有关 社护腺又称前列腺在男性膀胱出口 近年来随着医疗进步、老年人口增加 西方饮食普及 使得国人罹患社护腺癌的机会大增 前列腺癌其实是在我们所谓的密钥系统的癌别里面 男性里面是最容易发生的 那其实一年我们大概台湾就有五六千个新的前列腺癌的新病人 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好发在高龄的族群 所以在台湾的话 它其实基本上首次发生的时间都已经超过70岁 大部分的病人是这个样子 那目前前列腺癌的话 大致上在早期的时候还是以开刀为主 那开刀以外还有一些另一类的选择 包括说放射线治疗啦 或者说一些比较非轻 就是说伤害性比较小的这个治疗 大概也是目前会考虑的方向 那如果说是以转移性的这个前列腺癌的话 大致上它的治疗都是以荷尔蒙治疗为主 那目前为止的话 包括说注射型的荷尔蒙 或是一些新型态的口腹性的荷尔蒙 大概就是在这个转移性的这个前列腺癌里面 很重要的方向 那就健保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为止的话 在转移性的前列腺癌 它其实给付着蛮多的这个药物 包括说化疗啦 或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注射型的荷尔蒙 口腹型的荷尔蒙 其实蛮多治疗的选择 所以对于这些高龄族群来讲的话 我们除了关注这个治疗效果之外 其实也是希望就是他们有维持好的生活品质 那前列腺癌它最容易转移的部位 其实是骨头 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病人 都要小心说要做一些骨头的这个 就是保健啊 给一些特殊针对这个骨头转移的这个药物 或者说建议病人 适时的补充钙片 避免跌倒 那如果说针对特别疼痛的病人 可以加强在局部做放射线治疗 摄护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 仅有贫尿、液尿、急尿、尿流细小等 类似摄护腺肥大的症状 晚期可能会有血尿、骨骼疼痛、下肢水肿等 也因此如果没有加以重视 可能错过早期诊断的时机 时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